各位二一阿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Brian 那今天呢 很高兴在这边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关于修眉毛的这个技巧 大家呢 先准备这个三样道具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 美容用的源头小剪刀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眉笔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种螺旋的这种眉毛书 那现场我们要教给大家呢 怎样正确地使用这三个工具呢 可以帮自己 修出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眉心 我相信呢 很多这个镜头前的这个女性朋友 一定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你会习惯先修完眉毛之后呢 我们再来画眉 不过今天呢 我们要顶覆以往大家这个观念哦 我要先请大家呢 先画眉 那为什么要先画眉呢 因为要再次这个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 因为以往呢 大家在帮自己修眉毛的时候呢 都不晓得第一刀 究竟应该要下在哪里 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呢 先把你自己喜欢 就是梦想中的这个完美的眉型呢 我们先利用眉笔 把它描繪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将多余的杂毛呢 这样修除掉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首先第一步呢 先请大家准备一支眉笔 然后呢 画出一个 你自己理想中的眉型 好 换好这个大致也喜欢的这个眉型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修眉型的眉刀 因为安全型的眉刀呢 比较不会能割伤到我们的这个颜值 好 换好这个大致也喜欢的这个眉型之后呢 因为我们就没当呢 将我们这个画好眉型之外的这些眉毛呢 直接就把它做一个剔除 将我们刚刚这个画好的眉型以外的这些打毛呢 就像過長的打毛呢 稍微修剪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拿出 剛剛準備好的這個 弗璇刷 還有這個圓頭的這個美容剪 那首先第一步呢 先利用我們這個睫毛刷呢 先把這個眉毛整個往下梳 往下梳之後呢 大家會發現其實有一些過長的這個眉毛呢 就會超出我們剛剛已經畫好的這種東西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只要利用這個 美容剪呢 直接把過長的這些眉毛呢 過一個修剪 好 最後呢 我們再利用這個螺旋梳呢 直接把我們的眉毛呢 頭 眉頭 輕輕的往眉尾 輕輕的梳理一下 好 我相信大家從這個鏡頭上呢 應該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我們MODEL的 左右半邊的這個眉毛呢 已經有很明顯的變化了 也要再次跟這個 所有的這個女性網友 包括這個男性網友也是 非常非常建議大家呢 一定要幫自己呢 做一個這個眉毛的這個整理 這樣子 因為如果說你的眉毛呢 看起來是這樣的雜亂無章的話呢 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非常沒有 非常非常的沒有精神 所以會再次提醒大家 可以利用這個簡單的這些技巧呢 幫我們做一個人的眉毛的整理 口罩 tiji 哈哈